國內來看到廉價最後一天 宜蘭太平山園區一早湧入超過千人 新竹綠世界園區也被人潮擠爆 由於天7號 六福村樂園這三天的入園人數更突破3萬人 不少遊客起的大早來到六福村 排隊買票要入園 不過看看這排隊人榮 簡直就快把售票口給塞爆 今天從哪裡來 從草原來 消風還順暢嗎 順暢啊 那你們今天大概多少人一起來 11個到小孩 小朋友去晃一晃 人太多買票難 入園了想完設施那更是難上加難 遊樂園把握廉價最後一天 強攻商機 推出小黃卡優惠政策 打滿三斤疫苗 門票就打三三折 這一次呢 因為整個 狹帶著好天氣的好人潮 六福村呢 也預計在這三天的廉價 可以有通過3萬人的一個好成績 而把廉價來到尾聲 遊樂區湧現人潮 動物的綠世界 更是一家出遊的好去處 可愛洋土好吸睛 大人小孩都搶著跟他合照 還有超巨大啼湖 也讓民眾閃光燈閃個不停 鏡頭轉到宜蘭 清晨天剛亮 太平山莊還是一片烏蒙蒙 不過卻擋不住民眾搶拍美照的好心情 不知搶拍日出 遊客來山莊必坐的小火車 人氣也是搶搶棍 三天假期更讓太平山莊入園人數再飆高 從26號累計至28號 人數超過9000人 全台景點塞爆 台北旅遊人潮警示燈號系統 及時監控16處熱門景點 27號下午就有10處景點亮紅燈 另外台中福壽山農場 南投和歡山以及嘉義阿里山 高雄美農等風景區也湧入大批出遊閃花民眾 沿線交通幾乎止暴 各地湧現人潮車潮 大家似乎想把握最後一天玩得盡興 不過也得好好收心 因為還是得面對隔天的上班日 解綜合報導